我自己實驗是學生的角色 我教你很多技巧 然後都是外面工作和食物的技巧 然後最近因為台積電關心那個 那個叫什麼 美國那一家 Prime Material 都怎麼辦 也來台南這邊 阿新竹那邊 他們有少多RD有進來 因為他們有跟我接觸 就是視覺方面 他們演起來在美國做 視覺方面是要解決這邊的問題 所以視覺他們成立一個RD Group 那另外一家是那個荷蘭的那個叫 AM什麼那個公司也進來了 那進來的話 他會是要招我們的人這樣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明年找工作自己注意一下 所以這些外商公司 就是他的徵求的人事 跟我們上課這個語錄有關的 讓他在找 那外商公司你不要太擔心那個 英文能力 英文能力要稍微 要稍微臉皮或臉乾燥就好了 繼續再慢慢改進 好我剛剛忘記跟你提供一些 背光神學群的東西 這個是 這個你看不出他的結果 但是背景是背光神學群 你可以知道這個人倒了人能倒下去 這可以做路由太太非常快 背光神學群的結果非常快 好所以 這個背後就是背光神學群 因為攝影機不動 攝影機不動我們整個就麻煩好了 所以這是之前 我們 那這個是 我們是一樣 之前做的 在我們細管這裏面 那可以做 因為這是背光神學群的切管 這有雜訊 他把雜訊 拒讀叫做這個 所以他的敏感 他只要有剪輯 他馬上會偵測到 好 我們再繼續看 所以他的 他這個modeling的 最主要是速度非常快 那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樹葉的東西 這也是我們做的結果 你看樹葉搖 搖那麼快 這是下面躲一個人 躲一個人在搖一個樹 這是很有名的一個 網路是大家比較的 那你樹葉搖動不一定 那你真知道背光 所以我們有承承 然後這個人進來就 所以這個 第一個是 這屬於週期系 週期系的東西是可以去除的 反過來講 週期系的東西是可以偵測到的 我們講去除是因為 只知道它週期系的準 你可以把它偵測到 然後這個就進來 foreground進來 所以它可以分離 所以週期系的東西 對我們來說是 還蠻有用的 那我們也把它用到 那個測試這邊 這時數到100的 就算這個 算有幾樣測試過來 然後這兩 這機車卸的距離去算它的時數 這還蠻準的 之前我們跟 美國和德州一起 台灣跟資源合作 只要你在攝影機上 換兩條線就可以 偵測它的速度 counter這些東西 那技巧就是 都是 background saturation 所以前提是攝影機不能動 攝影機動就完蛋了 好 好 那這是我們實驗室做的 這還有些 這是爆裂物 就是說 不該放的固體 這是被偷的固體 這還蠻準的 這是我以前 就習慣 拿走了 你的東西被偷走了 它可以偵測出來 對不對 東西不能拿 任何東西被拿走 就可以偵測出來 好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 那個 就這篇paper的 這篇paper的東西 這是馬里亞等 這篇paper是 MIT的 然後這另外一個paper 是我講給郭美 我沒有講的 樹里里面 有人在動 它可以偵測 不會說樹葉在動 它不會受影響 然後樹里里面有人在動 它可以偵測出來 那這個計畫是美國 跟我那時候一樣 我是做那個 Stereo的探測 那這是馬里亞大學 他們是做 同樣的計畫 幾百萬美元的計畫 他們也是要 就是透過視覺 他希望偵測到 樹里裡面 後面是否有敵人在動 那是很可怕 做出來 你會發現 比較動 就偵測到了 而且你跑不掉 你可能就被 那時候是 希望是用那個 機關槍 手定住以後 一機關槍就大便 所以這個做出來還蠻準 你再看另外一本 你看 范里亞大學的 綠捷很強 一樣樹葉在動 稍微影響 它人進來了 所以人總是被樹葉遮住 還是看得到 這是他們在收集data 這些學生在 就在這邊收集data 還是被偵測到 你會被鎖定 Trading鎖定 所以這種 backgrounds 到目前的進展 到現在市場還蠻 蠻不錯的 那這下雨天 下雨天我們是不大會 也是一樣 這下雨天 你還是可以真正到車子 或是移動物體 不大會受影響 因為雨是 算歸雲的 也就是這樣 一個方向這樣的直線 但是我暴風雨 不行 暴風雨這個 雨就飄來飄去飄去 這個就會掉 如果沒有風的狀況下 是可以真撐到的 好 OK 那這個是另外一支 OB攝影機 這我們也有做一次 排放在這裡 OK 這是我 360度攝影機 那這有人在動 這個真的到人 這是有 有些是Noise 但是如果有持續 但後面好像有 看得比較輕鬆 出現了 出現了 好 那我上禮拜 跟那個駕駛達人 總經理那邊 聊一下 他們來拜訪我 聊一下 他們說美國加州是大貨 所以那美國加州目前 他們花了幾億美元 在森林裡面 就固執很多攝影機 那跟台灣有關是因為 那些攝影機不能拋了 不能太 不能消耗太大公寓 因為又透過那個太陽能 就是太陽能的東西 攝影機 然後他去監控有沒有那個 煙霧的東西 這樣子 因為那個我們之前做過 他不是找我做的 他是在我跟他聊天 他說美國有這個 有這個案子 然後花了 就幾億美元 再佈很多攝影機 然後透過太陽能 然後去監控有沒有那個 火 有沒有E&I 再讓我們看一下 再讓我們看一下 剛剛看到的是屬於被光灑學學的東西 那這個是 也是segmentation 像是這個案子 就是可以把前景跟背景分開 它可以分的更細 頭髮都可以分的更細 那目前這個 成功的應用在電影上面 還有一個是那個video東西 就是那個game裡面的 它可以讓頭髮飄的 飄的飄的飄的 所以這個都可以做segment 那segmentation要做什麼 這個我覺得做這種AR的東西 把這個蜘蛛 拍到以後把它萃取出來 你就可以把蜘蛛貼到裡面 再把它貼到那個 背景換掉 把它貼到這裡 這夾的 讓你這裡夾看不清楚 所以segmentation上 後面就是可以做很多 那個AR的虛擬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比較特殊的 這也是segmentation的東西 這model也有 這是半能工的方式 不是全自動的 半能工的方式 就是 這個model就出來 就是 你要 它這邊是 我要整個 它覺得說 我的重點在segmentation 這個model我怎麼去弄它 所以這樣就把它萃取出來 那萃取變成3D 這是2D的影像 但是因為我有model 所以我把model 所以就配成3D的model 做這個還蠻有趣的 我剛才想往這邊走 時間 就是配合的公司 沒有往這邊就沒有再做 就是 這樣辦 這extraction 把這個 這個我有做 就把前景跟背景分離掉 就增加這ocmality的東西 好 用實際關係 快速看一下 這個 就2D 我可以用2D弄完 這個3D 因為我有3D媽媽 我就可以把它弄成3D 那弄成3D的時候 你視覺就可以欺騙你時間 就可以欺騙你時間 剛剛是兩個 可以這麼多人 這個 這個是一樣 這我有做一部分 所以他先把背前景 用2D 用2D的東西 然後變成3D 做出來就這樣 你可以換它 但是這個轉 一樣 這個轉就是 好 這個是假的 我不知道怎麼做這個 就是說 它轉過來以後 這份工人 轉過來這個樹葉是不主宰的 它變成空空白白的 你只要把樹葉補上去 讓你視覺看得出來 這個到處可以嗎 就是我講AR的東西 所以這個還蠻 我喜歡做一些有趣的東西 有趣又可以 就有技術的東西 所以這大家讓你看一下 有這個技術 這贏掉 我是做贏掉的 把這個拿掉了 然後抹起來 所以這不是我做 但是我說我有 我們之前有段時間 有做這個 我們來發表一下 然後可以看 那個TOP2 那我可以看 好 所以這是Model 這是Model 然後不同Model 這是它的形狀 而且就是可以這樣套 這個Model 這樣子 這家裡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技術讓你知道的 經過到這裡來了 好 那這個跟我們被觀察就是有關 對 就回到了 我現在在這邊好像要給你看 那再來就是Mesh的東西 剛剛講到Model 就是Mesh 套這個Mesh上去 這套這個Mesh就可以把 這個玩弄你的人臉 所以可以虛擬的人臉 可以就是模擬講話這些東西 只要這個Mesh 它好虛擬 那Mesh就是後面就是 後面就是 只要人臉掃描完 就可以把這個人臉 模擬出來 這是真實的啦 真實它做了 但是我說後面就有人 開始在模擬它的講話的東西 這個是好玩 它是用它人臉控制可以動完結 看怎麼用 我忘記它是用眼鏡跟它邊控制 那邊 Mario的東西 用人臉來控制 我們回到 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去看這個 我們去看一下 好的 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去看這個 好 我們期末的那個 project 就是 就最後一週 最後一週的前天 禮拜四 要Upload上來跟跟作業一樣 那隔天星期五就在這邊demo 帶那個人弄不可愛 那你就demo給我們看這樣子 就把Upload上去 那你們可以四個五個六個七個 一組沒關係 那一份報告就好了 那報告怎麼寫我待會馬上寫 所以我們的成績就是 Upload source call 上來 那我會看你 我那天我會載我看你PPT 那到時候是 這邊會有做四排教教在這邊 那我會幫你分配時間 就帶來demo 大概20分鐘 就demo這個 那我會看PPT 那我會看這個東西 那是你的情況 情況成績 那Project Demo的話就是這樣 大概20分鐘 那你PPT怎麼做 大概10頁左右 那我希望你上我的課 也許知道學會做PPT 那是PPT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看paper 或是你做什麼就是 就是你看paper或什麼 就拿那個 不一定你做啦 就是找那個有 Github有 source code的配合 就看paper 那就是他 就假設你做這個是他抬頭 拿那個出來的配合 那重點是 你的組就是你的名字 你是第幾組 然後你名字 然後學號 一學號比較容易打分數 打上一個key比較容易 哪一個系或是哪一個說 幫我寫一下 比較好找 好 那第一頁 就是怎樣 叫introduction 通常第一頁就是一個 就分三個 就是motivation 你的動機 動機就是說 一樣這個動機的東西 假設你自己做到你自己寫 如果你看paper的話 通常動機會在第一 那個introduction的第一段這邊 就是說大學第一段就會講動機 就是說 你他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可以應用到哪裏 就是你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可以應用到哪裏 那舉例來講就是說 假設你做face detection 那為什麼face detection重要 這是第二頁 簡單寫兩三句 結束了 那再來就是objective 就是目標 那我這一篇paper 或是你這邊做的 現在我們也確定要 因為那個face detection很重要 那我現在這一篇paper的face detection 是要解決 就是frontal view的問題 或是我這邊的paper detection 可以解決 重視那個人臉45度 可以睜得到那個face 所以你的目的是要做事 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objective 那最後是這邊的貢獻在哪裡 通常貢獻就是說 他發展什麼 解決目前的什麼問題 改善什麼問題 就是他的貢獻 這樣子大概一頁到兩個頁 就是討論大學 通常第二章會講 negative work 我這邊不用 不要寫negative work 因為就是之前有什麼工作 要去做優缺的人 這不用了 所以第二章就開始 你就要用他的framework 就是你整個流程圖是什麼 你不用寫那麼細 這是我們內部講的 你不用寫那麼細 這標題大概 最重要是圖 放圖 那稍微解釋一下就好了 圖 然後稍微一圖為主 就是第一步你要怎麼做 第二步怎麼做 第三步怎麼做 第四步怎麼做 那通常 通常不會超過五個步驟 這種block通常不會超過五個 你不要寫的事情 通常不會超過 就是你要證明成五個block這樣子 那每個block有些小細節沒問題 所以 就在這頁最主要是講 你怎麼做training process的framework是什麼 那通常influence 或test process的優程度 是跟training大同小異 所以把training做完以後 你就把它切到下頁 就influence 就test 那兩個不一樣在哪邊是說 training是有包括training data 有包括loss function 因為我一定要定對你 所以你一定會有個loss function 你training data是什麼 那influence是沒有loss function的 influence是直接輸入是什麼 輸出是什麼 重點在輸入跟輸出 然後再下一章要講的是 因為我們focus在深入學習 所以你要寫一下 你剛剛那個framework裡面特別強調是 你的定對你的architecture是什麼 你的定對哪一層哪一層是什麼 那這個是舉的例 就是輸入是影像 然後經過extraction層 那mutual proposal層 然後normalized層 然後最後輸出結果 就set了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話 在細節分的話就是這個 這屬於比較detail architecture 所以在下面framework的後面 最主要是你要畫一頁到兩頁 可以講一下你這個定對0的架構是什麼 這樣子 那這樣講完以後 最後這裡就是實驗結果 上海我忘記寫了data collection 沒有data你收集什麼 有一定的才是data collection 然後再來就是 為什麼這些是對的 那現在也是為什麼是錯呢 錯也要知道原理 對也要知道原理 要稍微分析一下 什麼狀況是對什麼狀況是錯 那為什麼 這樣子 那最後結論 就說這場課收很大 會鼓勵寫data collection 繼續來修 開單手 OK 就結論這樣子 所以大概10頁左右 10頁左右這樣子 那你順利 每一個 就是每個group 就大概復工一下 寫一下這樣子 OK 這沒有問題 就是frameworkwork的PP 要做這個 你不要想太 不要想太難了 好 那你回到 不要剛剛用力氣了 我的課裡不要想太難了 剛剛回到這一邊 這邊我來再講一下 這邊我剛剛講到 我們是以每個pixel為單位來做 每個pixel為單位來做 那我 我剛剛講的是 包括那個樹在移動的間結局 那樹在移動的時候 它是像backgrounds有兩種 一種是天空 一種是樹葉 所以那時候你的distribution 會你的那個區 那個高區域 可能會分成兩邊 一邊是在 就兩個沒有overlap 一邊是屬於 天空比較亮在右邊 樹比較暗一點在左邊 所以不一定會有overlap 所以你的高區model 不一定會有overlap 可能是兩個獨立的群組 這樣子 那也是高區model 好 那我剛剛講的是獨立的一邊 那現在重點是說 那那個 我們要真正是一個物體 所以要跟鄰居產生關係 所以鄰居第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我們假設五層五 二屬公格裡面 我只取最大那個磁 最大的機率一磁 因為我們是background modeling 所持巨大的磁 為什麼 然後取最大磁就當成這個最後的結果 就是這個磁大於 臨界磁就是background 小於臨界磁就是forground 是要做這道手選 不是單獨這個來判斷嗎 單點判斷會有誤差 你會發現很多雜訊 所以剛剛我在舉例子的時候 initialization 有誤差 我先講這道 如果是單點會產生這種雜訊 一點點很多雜訊 你看他們沒有考量你的 你如果考虑到邻居的话 这些杂群会减杀很多 那这什么单点 这种杂群会误判 误判成前景 那你要驱逐这种 像这个也是你的 你发现这个名 中间这个名 人走进来会成 尤其一个照相太靠近背部 那个墙壁的话 墙壁会有这片变得有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那个 你没有它引直 可是这已经会产生 你往墙壁走的话 墙壁会受你影响 它会产生这些杂群 那我们怎么去除这个 背景这个杂群 你越过来你本来没有吗 你越走过来 越靠近墙壁的时候 会有那个 看不到那个反光 可是摄影机看得到 那你要去除那个杂群的话 就是用这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就是讲的 因为你有 你很多被误判成很前景 你被误判成前景 那你要把前景去除掉 也就是在25公格或3乘3 9公格里面 找到最大的值 来取代你中间这个值 那最大的就是背景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把 就把误判的 丹田的那个前景 被背景取代掉 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 取代那个 就是去除杂群的方法 第二个是说 一样 这算是九公格 三个九 我就把这九公格的 几率值全部沉在一起 所以沉在一起 所以最后这边判断反而是 下一页 我们判断的时候反而是 这两个式子被判断 不是单点判断 是用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结果来判断 第一个就我刚刚讲的 我九公格里面 找最大值 这个最大值 如果大于一届值 表示它是背景 这样去除误判的前景 第二个去除误判前景是 让我把这九公格 所有的值都相乘在一起 你会发现 我相乘在一起的大于一届值 因为你都是背景的值 如果都是背景的值的话 你存在一起的基地值会比较高 如果是中间九公格里面 有任何一个屏手 是属于或两个屏手 属于前景的话 那这九公格的相乘 后的尺就会突然间掉下来 因为前景的基地值比较低 那根据这两个的交际 我就可以去除掉杂讯 那结果是蛮好的 所以很多技术 基本上是用很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把那些杂讯去除掉 OK 那Background Subjection 技能 就讲到这里 那后面讲历 还有一些东西 你再自己看 那这个OpenCV 里面 它有提供给你 好像有四种 Background Subjection 的结果 那我们好像做出来的结果 比较好是Background 2 2比较好 那有一个叫 那个叫Codebook 那个不好做 有一个方法 还不错是叫Codebook 那个方法我们做出结果是 那方法比较复杂 又比较慢 那我们开始讲那个 我们开始讲的 我这上一杯 我今天会讲到哪个 我上一段先講那個 講的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這還沒講 14年 14年 謝謝 謝謝 好的 OK 我們繼續往這邊講 就是說 這個帳最主要是講這個unit 這是unit這樣 U字形 unit 然後中間是修開了過來 把這裡的資訊 當身為人同時他要把它給過來 這是第23頁 好 那我把這個再恢復到剛剛14頁這邊 那14頁這邊 這邊講的就是 因為我們 這堂課我重點是在 就要講segmentation的東西 因為 昨天那堂課沒有講segmentation 沒有講那個 pixel wise segmentation 就沒有講mask 只講bumping box 那這邊都有 希望講個不一樣的 所以我講mask的東西 那mask的東西的話 那mask的東西的話 我還是回到這個圖來講 所以我說 我們之前都講recorder 編碼這一塊 那編碼這一塊 最後都是為了分類 分類 可是這邊沒有bumping box 因為編碼編到最後一片的消息 那個g 剩14x14 那很難 很難去 去做bumping box 因為那個要恢復到 恢復到原來的pixel size 所以在我們這邊就下一個 第二個是 這個就有bumping box 是fest rcnn 然後後面是mask 這待會我會講mask rcn mask rcn 就是我希望做到每個pixel 所以我剛剛講的 background saturation 都跟mask有關 跟每個pixel的 foreground background有關 所以mask rcn 就是要萃取 foreground的東西 跟background萃取出來 而且要萃取到pixel-wise 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講unit 然後後面會講一個叫做mask rcn 因為unit會不夠仔細 好 那我們回到這一邊 所以我們encoder是在這裡 可是因為你要做到每個pixel 像我們做那個open pose 要做到這個整個肢體動作的話 要做到每個pixel的話 我們還要做down 這是down sampling 要up sampling回來 那另外一個名詞 這叫convolution convolution 這叫deconvolution 就把他回覆回來到原來的 所以這裡down sampling幾層 就up sampling幾層 那這個東西 事實上那個 又稱為auto encoder 這事實上又稱為auto encoder auto encoder 在拿來做什麼 就是做GAN的東西 那我這堂課明示也講了一個東西 但是讓你知道一下 GAN的東西 就是這樣編碼完 然後再up sampling 那GAN的東西 你要把它 你可以把它認為這一塊是屬於PCA 因為GAN是從PCA來的 就是Iconvolution Iconvolution 所以這一塊是Iconvolution Iconvolution的東西 在這一塊 那這一塊是理construction回來 所以GAN的話 基本上這是incoder變成Iconvolution 然後右邊這一塊是incoder 把他合成 把他合成回來 變成新的物體 就是GAN的原理 可以合成新的東西 就是GAN 那這個不只用在GAN 因為這個變成auto encoder 這整個是一個叫我稱為auto encoder 把他incoder 人體coder叫auto encoder 那auto encoder是 他用的還蠻廣的 就是我三個講義裡面 就這一塊 第四個這一塊 一個是往GAN走 一個是往auto encoder這邊走 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Mask 實際上是一種auto encoder的成果 Mask這邊 那auto encoder這邊 有一個領域的人 一直在解釋這個問題 就用到不同領域啦 不只Mask 好 再給我剛剛的講義 那Unit 基本上就是把這裡的每個紅色這一塊 shortcut過來 每個紅色這一塊 shortcut過來 就是Unit 一模一樣 那他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就把它畫成 他把它畫成這個 可是他實際上就是auto encoder 是一模一樣 但是他為了這邊pilot 因為他第一篇把 他是第一篇把這個shortcut過來 結果很好 結果很好 絕對有名 結果真的很好 但是因為之前的auto encoder 都沒有把這個拉過來 那我上禮拜有講為什麼要拉過來 是因為他避免這個資訊 因為你encoder進來 就decoder回來 資訊損失掉了 所以你要把他資料拿過來 shortcut過來 就把資料就保留住了 這樣子 所以之後retin 都是用retin yolo v3 yolo v4 都是用這個概念 OK 所以這是shortcut的東西 好 再 我們就直接講18頁這邊 18頁這邊就直接講unit的東西 好 那unit的東西 二十多類的就是 這是整個unit的架構 整個unit的架構 那unit的在做什麼 拿來做什麼 他拿來就是做那個 那前面這裡 就這邊的 就細胞網 他希望把這個細胞網 因為這都連在一起 然後細胞網這裡 看起來不清楚 還不清楚 就真的還不清楚 那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它做 就把這個 一個區一個區 把它分泌出來 是必受的 就要成功了 也做得很好 那他事實上 他事實上不只做 他重點是 他事實上不只做這個好 他對那個骨 那個 我不看慣了 不過不少配樂在講脊椎骨 其實你看 用X光拍的脊椎骨 那個B也很模糊 他可以把模糊的東西 把他Label出來 那問題在哪邊 問題在很模糊的地方 事實上是很難Label出來 那怎麼辦 就要靠有經驗的儀式來Label 所以他怎麼Label 電腦就奔奔的學他 他如果Label錯 他就學他 錯也就錯 他如果Label背就背這樣子 所以很多做X光的 都是用UNET來做 但是這裡的結果很好 那UNET為什麼結果會很好 因為他Lawes Function裡面 有Doy and Turn 在那個 所以他UNET的有名 事實上是在 在Lawes Function 他會把他的Lawes Function 增加一個Turn 這個Turn 就是我們本來講 Close Entropy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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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所以我們剛剛講 Auto Encoder 他的Lawes Function 就是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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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 就這樣 那UNET覺得這樣不對 這樣讓邊緣 能不能強化出來 那他為了強化邊緣 他就加一個Wait Turn 那上次就是我們講 Prior Probability Prior Probability Prior Probability 那這個Wait Turn 基本就在這裡 他就是強調是什麼 他除了這個 當你Laweling完以後 我們做肺癌上 我們這邊沒有加進去 做肺癌的同時 這邊要加 把這個Turn再加進去 就是說 他用 我上個講的 一定要Distance Transform 我忘記不記得 我們在前面幾章 有講一個Distance Transform 什麼叫Distance Transform 就是說 當這個Boundary 你的物體 Waiting 你的這個Pixel 越遠離Boundary的地方 你的Waiting就會越輕 當你把這個Secondation 做完後 你把它丟到那個 Distance 就是Distance Transform 裡面 他就幫你把Waiting都做完了 Waiting就是說 當你這個Pixel的尺 在Edge的地方的話 然後把它Waiting就一點點 當你這個Pixel 越遠離邊緣的地方的時候 它就會Decade 那Decade到某個距離後 它就能點 他就把這個Waiting 架進來 取代Close Entropy 它成功是成功的 在這裡 所以我講的 是讓你的那個 那個Diping的東西 Diping的東西除了你的Structural 中藥以外 另外一個重點 是在Loss Function 所以Loss Function 是可以改的 Structural是可以改的 那至於那個 Gradient Descent的東西 你不要去碰那個 可能統計系列派 很厲害厲害 他們會不去玩 這種Loss Function 數學的東西 但是你重點在那個 參數怎麼挑 所以Gradient Descent 那重點是 就是我們那天那些 Rending Ray那些 應該去挑 其他我覺得 不適合你去碰它 以Compute Science來講 溫度 改不了 沒那麼厲害 沒那麼厲害 好 那回到 但是Loss Function 這類事實上 我都可以改 因為Loss Function 很多 Retina又強調這一塊 Retina那一個強調 那這裡 Unit的強調就是 我加這個Turn進來 那這個Turn 一個Waiting的Turn 我去強調 你在Level 0的時候 很Bounder的地方 我給它 越靠近Bounder 0 就給它Level 1 越遠離Bounder 0 就給它 就Decay下去 越小 那這個怎麼做 用什麼方法來做 一直沒辦法Level 所以剛好 很Lucky 就是有一個Distance Transform 就是我們講的 傳統的Compute Region的方式 有一個Distance Transform 他就再幫你做這個Level 做這種Waiting的動作 所以他這一天就把這個拿來 用 要成功了 那整個Bounder 一直找得很漂亮 所以 在Loss Function那邊 上面 你可以 我可以強化去 去Bounder結果更好 那我回到這一邊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去做Leveling 就是 這張遠的Level 這張影像 那輸出的話 是他去做這個Leveling 輸出這半個名字 就是 就是前景跟背景這樣子 當然 他處理還會產生一個 還會產生另外一個 就是 那個剛剛講的 Distance Transform的 微體 在旁邊有個微體這樣 OK 那這樣的話 那他這裡另外 Unet另外一個 有一個缺點是 他輸出的影像 輸出的影像 這個Size 輸出的影像是572 這局面 572x572 輸出的影像才 其實就是 不大 388多少 變減少很多 這是他另外一個缺點 那 Auto EgoDen 你這個缺點 這是他另外一個缺點 那這個缺點的話 他怎麼改善 他只好把輸入的影像 就假設我的輸入是 紅色這一塊 他就把這塊影像把它擴大 擴大一點 那這至少輸出的時候 就是黃色這一塊 那外面這一塊就是 他把它去 就是 Ogermatica擴大這樣子 變比較大 變572x572 然後輸入這樣子 好 這是他的缺點 好 那他的整個演算法是 很簡單 就是 我把它放開 好的 好的 東西不是複雜 好的是簡單 規律 規律簡單 所以一開始就是 572x572 然後他就去做 那個 convolution 但是他沒有做pading 我們上次講他沒有做 他只能用三成三來 convolution 因為他沒有做pading 所以他外面幫的 就損失 左右各一個屏手 就損失兩個屏手 在這裡 他再做一次 又損失兩個屏手 因為他沒有做pading 所以到這裡的時候 他本來是黑白 他是黑白 他是黑白 可以用彩色RGB 他用黑白 然後變64個map 也是64個map 這樣子 然後在陣營的時候 他已經損失了一些資訊 沒關係 這樣沒關係 然後再做down sampling下來 那down sampling下來的時候 本來是560幾個變25之夜 那本來64的話 他就繼續做convolution 一倍就128 所以他這樣做 一直做了兩次以後 再down sampling下來 再做兩次 再down sampling下來 到最後一層 那最後一層 剩下是32x32 這樣子 所以他也是做5個down sampling 所以他的整個還滿簡單的 那我覺得他做的很好是 他的整個架構很簡單 但是結果很好 所以重點在loss function 一個是short cut 這樣 好 那他開始up sampling 那up sampling的方式就是他up sampling完以後 他有一般是把前面同個level的解析度的東西 把他扛過來 把他串在一起 所以他又保留前面的持續 保留下來 這樣兩個在一起 然後再做convolution 再up sampling 這樣子 那持續這樣up sampling是5 你down sampling5次 up sampling5次 到最後一層 那他到最後一層的時候 再注意一下 他也是根據前面一樣 他只做兩次convolution 就要輸出結果 因為他輸出的結果 他輸出的結果 他輸出的結果 只有兩個 每個pixel 每個pixel是foreground 跟background 就是二分放 所以最後只剩下兩個map 一個map就是foreground 一個map就是background 一個map就是background 就剩下兩個map 所以他整個架構非常單純 但結果非常好 所以這是他厲害的地方 輸出兩倍 那你要想 你要想 你要想 那我如果要 可以不會拿這個來做 不同的classification 是可以的 這個叫head 所以你 當你輸出的時候 你不是背景跟前景 你輸出的時候 希望是更多的種類 那這裡還是可以處理 後面就有 有些paper就開始 他輸出不是前景跟背景 他輸出除了前景以外 他還分類 所以在這裡就可以 除了他不只輸出前景 他前景還分類 所以在這裡還有改了 就改他loss function OK 好 那21頁 就我們講的 我們除了 剛剛講的是structure 所以我是要你PPT組 講完structure以後 你要去講你的loss function 那loss function這裡講的很重要 就是他改了 他把weight改進來 那weight他就 每個pencil都給他 給他一個weight 那這weight就跟bounter的距離有關 那這個就改一個w 那改完w看整個結果 尤其在那種模糊的bounter的地方 他就強化了 會做得很漂亮 這樣子 但是我講的 要小心 因為他是模糊的 那那個地方是模糊的 那個x光是模糊的 你如果沒經驗 你跟他標錯的話 你出來結果是錯的 因為他只聽你的 你怎麼標給他 乖乖的照你的方式來做 所以這個真的需要有經驗的人 來幫你做laboring 你要很尊敬醫生醫生的辛苦 幫你做這個 好 那這個後面就還好 他還是用grading stoggestgrading 其實現在都是用SGD來說 那moment 他居然用到0.99 這裡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有點太高 我通常是用 我學生通常是用0.5 但是 這個我不確定 他是papers說用0.99 照應 那你可以有時候可以調低一點沒關係 就試試看 那這我待會再把 待會再把這個講完以後 我們就講那個Mask CMN的東西 Mask會比較 我會講比較多的東西 因為Mask那非常是 有一些是比較基本的 這是後面音量的 好 接下來 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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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